大家好,我是大飞 今天我和小哥入住了一家五七联盟旅馆 这里是专门接待车友的 进去看一下吧,正在做饭 这家登巴村的旅馆 五七联盟旅馆 是单人入住65 入住住宿的话是30 这家旅馆单人入住是30 加上下午饭还有早上饭 一个人是65 专门招待轻友的 今天又要聚餐了 正在吃饭 这是我们住的一间小房间 这就是 两个人住的 里面空间还行 也就这么大 有一个插座 然后我们的充电宝什么都在充电 这个房间里的卫生间是不能使用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是不能使用 然后出来门以后 洗澡的地方 在那边还有厕所 一个大太阳能 这里主要是没有放车的地方 我们放车的地方就在这个阳台下面 然后车子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了 希望不要下雨吧 下雨就坏事了 现在我和小哥去村子里面去看一下 有没有雨衣啊什么的 然后去买一点备用的东西 又买了一件雨衣小哥 你看他那个眼神 我就不用说什么了 先将右穿吧 到躲公县以后再说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明天见 东达山 下雨衣 下雨衣 下雨衫